原标题原八园最新爆料 与张前豪开房多日版还是广州好妈妈使人设近日 张于启与前夫原八园的感情纠结展开拉锯展 最开始原八园在朋友圈曝光张于启婚内出轨仪式 并晒出两人的聊天记录 还在聊天中透露出张于启有胡臭仪式 对此张于启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表示原八园与其争夺孩子抚养权 并放话抱其黑料 让其没有工作 并生气表示没有胡臭 但在回应中也无意透露单身的身份 有选择感情的权利 变相地承认了原八园爆料的 与其他男人有染的事情 原八园在最近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 表示曝光张于启与自己同居期间还与他人有染 没有其他目的 只是想让周围的朋友大家解释一件事 就是无法忍受他的背叛 想告诉公众及亲朋好友 自己从今往后与张于启小姐没有任何感情关系 因为虽然办了离婚手续 但三号张于启还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但四号就与张前豪去上海的W酒店 开房这件事情已经通过朋友传到自己耳朵里 照这个速度 早晚周围的人都会知道忍无可忍 也无法赞同张于启这种一贯对待感情的作风 所以不想再任公开告诉大家 两人再无任何感情瓜德 在此次采访中更是表示 张于启曾多次婚内出轨 台语前男友因一阳名声 同游巴黎该男士张于启在认识原八园之前 谈的一个男朋友 在北京从事投资方面的工作 但认识原八园并结婚后 一直与启有联系 而截图中 原八园表示 结了两张还算委婉的对话洗手中 还有很多证据 更表示 张于启有时候跟前男友联系和交流 比跟他多得多 两人在离婚后还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当然 也就是两人离婚后 被媒体拍到一起压马路的照片时 张于启所说的一个单身女人 又被所有男人追求的权利 当然也包括前夫 所以 这一点是确定的原八园 更是爆料张于启谈过二十几个男朋友 分手后 张于启总是说他看男人的眼光真的不行 而所有的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对方不好 每次出事 都把自己弄得像模像样 他的公关有多厉害 可想而知 原八园也表示 与张于启离婚 是因为他对待感情的 不认真多次搞这种事情 当然 也首次澄清在这段感情中 张于启并不是第三者 而是自己与前任分开后 才与张于启认识的这次 也澄清两人在一起 所有的花销 都是自己付的钱 自己的公司 实施业性的 是正儿八经有公司 不存在网上所说的花张于启的钱 他也没有钱给自己张于启所说的欠他几千万 应该是五千万付给孩子的抚养费 而媒体问及法律规定 没有那么多赡养费的时候 原八园表示 法律上规定一个月两千元 五千万完全是自己自愿给的 想让孩子过得好些 对于媒体质疑的婚内 多次出轨这件事 有无证据 原八园表示 张于启做事就是这个风格 前一天见面认识的 可能是朋友介绍微信上认识第二天 就会跟人家开房这个事情难以想象 证据的话 原八园表示 他发出的后面两张照片上 有时间可以进行明确的对比 他主动约男人去巴黎玩去日本玩 有一次去日本跟闺蜜一起玩 自己没许 他让另一个男人去的最后原八园表示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自己不想再计较或者解释 什么最让他受不了的 是张于启的好妈妈人设 朋友圈微博拍一个陪孩子的照片 或者文章好妈妈的人设就出来了 问题是他现在也不管小孩 把孩子和阿姨放在广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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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